這隻鳥鳥又來看我了 一大早被鳥吵起來 很好笑 我住這種 外面自然的地方真的很爽 就是你都會聽到 聰明鳥叫 又沒有然後鳥在那邊飛 他們剛才表演在水上滑翔 可是我沒有照到 我就是聽到水聲被他們吵起來 你看他這個就是 只在市區旁邊 你起床就都是有鳥叫聲 超讚的 被鳥叫起來 然後因為我剛才做 做噩夢 對 因為你夢到你不喜歡的人 你就是做噩夢 然後我想一下什麼 我還在夢裡面跟他說什麼 我就說 人家喝新鮮果汁是質感 然後 不是鬼 因為他那東西就是那個價錢 對啊應該是因為我昨天在錄視頻 然後講一些我都沒的 好 對好像 欸 香蕉 為什麼會有香蕉 誰把香蕉拿走 不對我等一下看一下我的香蕉 還在不上 好 我想有什麼 噢 對 像貝克我一點也不覺得他貴啊 他就是 Good to call 你也不敢說他便宜 他就是一個 正常的家庭 因為他是貓 他也沒有跟你多開家 其實應該是算便宜 正常的貓 不會有人叫鳥 又叫什麼 就是我也沒有跟他殺架 人家就對我很好 我說被剋毀 而且你是人 你也不是貓 所以你就不用想要什麼 什麼講一句話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那是不可能的 你去找中國買這種東西 那對我來講是很老氣的東西 因為你是人 我又跟你在一起以後 難不成你要我交三個還是五個嗎 太累了 他是毛 我可以正常的在交男朋友 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問題 這隻鳥在幹嘛 我就說 如果像這樣 難不成我為了鳥 以後我就要跟鳥結婚嗎 事實上沒有這種事吧 就是表示好感 跟我選這東西 跟他有多強的連結 是兩回事 欸要不要叫那個 滑翔 我要看滑翔 沒有 我現在下去要去抓魚 你看 有涟漪很漂亮 那個水鳥會 欸 有在那水鳥 他會下去抓魚 他沒有滑翔 他只有在游泳 剛才他們有怕怕怕怕怕 然後把我吵醒 欸 對對對 沒照到 欸 我手持拿得不好 你再滑一次 我在跟鳥講話 你再滑一次 快點 這真的很好 超爽的 我看這東西真的心情很好 而且就是真實的 就在你身邊 所以有的人喜歡去露營可以理解 當然你露營的環境要好 你如果露營還是人生頂肺 就沒有用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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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鳥都來了 這一隻每天固定都會在這 他應該是荒吧 喔 海鴨的飼鳥 好像是叫荒 還是什麼 是不是 鳥 我忘了 反正他不是叫 他不是叫海鷗 可是反正就是 是某一種鳥 應該是這一隻吧 是這一隻嗎 他說不用你記 反正就是一個鳥 你看你看你看 鳥在那邊 唉唉叫 很好笑 然後這隻也是一直飛 這隻是新的鳥 我認得他 所以我 可能真的需要去買鳥的圖鑑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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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所以他們就是會這樣表演 超可愛 所以我不知道 你去買一隻貓頭 然後把他練起來 是心裡變態 還是你這樣表示什麼 如果說 有錢 不能有什麼贏別人的東西 到底那麼不舒服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應該去看行李醫生 就是你 不應該把這東西建立在虐待動物上面 你剛才說 你不能養貓頭 你要有一個 你要有一個 葡桃園對不對 然後你養他就在你家的後院 這樣子 他就會來 你也不用養他 他就自己會來 對了 對 唉唷 喔他翅膀好大 就像他們這邊養鳥 大家都可以看 就是要 你開心 對方也開心 有什麼不好 就你人生有什麼 不能解決事情 你不能家族到別人身上 好像別人要跟你一樣 痛苦 你才會開心 為什麼這麼說 而且可能你也沒有那麼慘 如果你有那麼慘的話 你也沒有力氣去虐待別人 我好睡覺 繼續睡 拜拜